在這兩天當中 可以說是激進壓迫跟盈運 賴總統跟我是長期的朋友 大家知道過去我是 所謂非常堅定的 所謂的綠營的支持者 他與我認識的時間 大概二、三十年之久 他甚至曾經在我們院當過住院醫師 所以這樣長期的親移 包括我在社團的時候長期的親移 所以之前我相信很多人都有 有他的手機 那我只是覺得要求一個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 請聽清楚 不是網開一面 不是特權 就只要最基本的 公平跟人道 因為看到我們主席 受到幾十個小時的精神淋虐 我不捨 我們要求的就是最基本的四個字 公平跟人道 他沒有回覆我 你 要求你 我達成長期有沒有 找到我 我達成長期的